一个眉鱼走在街上 面前的男人突然口出狂言 这是什么马话 我都晕了 这都啥操作 他俩还真就去了旅馆 这么明显的谎话 这女人都看不出来吗 原来在这个世界里 并不存在谎言 每个人都只会说真话 而刚才的胖男人名叫老马 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编剧 在去相亲时 服务员都口出直言 而相亲对象小美 对于老马的评价 更是十分不满 说他肥穷挫还有个大鼻子 床单更是不可能滚了 好吧 看来这次的相亲 已经失败了99% 但老马不愿放弃 硬是给小美留了联系方式 争取那1%的机会 第二天上班时 他却被告知 英剧本写得太烂 得炒了鱿鱼 更过分的是 在老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时 还收到了相亲对象小美 发来的邮件 说自己对他丝毫不感兴趣 就连同事都走过来 对着老马一阵侮辱 看来处于一个没有谎言的事件 还真是让人自尊心受挫到极点 老马刚丢了工作 现在房东又要上门讨房租 听到要800美元 身上只有300的他 哪里付得起 他破罐子破摔 打算去银行取出所有钱 结果今天银行系统出故障 职员查不出他账户里有多少余罗 但还是能帮他取出钱来 听到这里 老马的大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职员信以为真 立马给了他800美元 而这就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谎言的诞生 交完房租后 老马都兴奋极了 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 他为了验证谎言是否有用 跑到大街上跟美女说了末日谎言 结果对方还真就信以为真 不过老马倒是个老实人 撒了个谎就让美女闪人了 看来用谎言骗人是这么爽 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撒谎的男人 在赌场上争霸了全场 只见他撒了句谎 他迅速挪动砝码 就这样赢下了大钱 一天撒谎下来 整个赌场的钱差点没被他掏空 而这一系列行动下来 老马将这一切创作成了剧本 并告诉炒掉他的老板 说这是史上最著名的剧本 拍成电影肯定能报 老板信了他的马话 不仅顾回了老马 还让他成了全公司的金牌编剧 事业有成变身土豪的老马 再一次鼓起勇气 向当初的相亲对象小美打去电话 一番诚心的请求下 小美答应见面 两人聊起了彼此的家庭 得知老马的父亲因为入室盗窃被抓 而母亲因为患上癌症十日无多 老马本想明天就把母亲接到豪宅安享晚年 结果医院打来电话 说母亲撑不过今晚 看着母亲对死后的世界充满了恐惧 老马于心不忍 第一次说出了善意的谎言 他说在死后的世界 一生中爱过和爱你的所有人都会在那里 你可以重返青春 可以唱歌可以跳舞 没有痛苦只有爱 母亲听着这一切 慢慢地含笑而终 老马气不成声 但一旁的医生对他所说的一切 都信以为真了 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人们纷纷围在老马家门 想听他说死后世界的更多故事 老马只好硬着头皮撒谎 说这个世界存在着上帝 只要生前为人正直友善 死后就能上天堂 但如果作恶多端 就只能变贬如地狱 说了一整天的故事下来 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老马也一下声灵大噪 成为各大头条的风云人物 还跟小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简直就是生殖把妹走上人生巅峰 这个男人靠撒谎 不仅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还帮助了其他人 他带着街边的流浪汉 靠撒谎 为其赚到十万美金 他用善意的谎言 告诉想要自尽的邻居 说其长得很帅 让对方重拾了活下去的勇气 恋对恐惧死后世界的母亲 他说死后的世界其实很美 充满鲜花充满爱 让母亲安详地离开人世 并鼓励全世界的人多做善事 这样就能在死后上到天堂 而此时老马和相亲对象小美 也处于友人以上 恋人未满的关系 尽管两人对彼此都互相有好 可小美却害怕 跟他以后生的小孩 又肥又丑 还有狮子鼻 而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谎言 小美光明正大当着老马的面 和一位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了恋爱 留下老马一人在家 风中凌乱 一段时间后 小美将要和对象结婚 他向老马送去请柬 都蓬头垢面拉里拉谈 直到小美结婚这天 本不想去婚礼的老马 在好友的鼓励下重拾勇气 他收拾好自己 来到了婚礼现场 就在小美进行婚词宣言时 老马大胆地站出来抢婚 尽管自己又丑又肥 还有狮子鼻 但爱一个人没有错 他知道小美其实也喜欢着自己 可要是因为将来的小孩 就要放弃自己所爱的人 这真的才是对自己这一生中最大的谎言 小美被老马的真诚所打断 就算生下有着狮子鼻的小胖娃 但他也会一直爱着对方 两人在经历一切艰辛后 终于在一起了 即使结婚多年 可他们依旧过得幸福 就算老马依旧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会撒谎的人 但他的儿子 在尝到小美的黑暗料理时 也会挤出笑容说着美味 看来又有一个会撒谎的男人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谎言的诞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